上传网页作品到云端伺服器空间 那我们一样点选这个图示 那我们现在要登入 登入这个伺服器的空间 我们点这个地方 那他会问你账号跟密码 那我们在上一个录音档有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网站首页 然后你的管理者的账号在这个地方 账号 我们就把它填上来 那密码呢 密码它因为你在申请这一个网站的同时 它会写第二封信告诉你 你的密码长怎样 当这个画面成功的新增之后 它会另外寄一封信告诉你 你的密码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把你的密码打进去 那你要选择Cpanel还是Vpanel都可以 那我们就把它登入进来 登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去找这个File 文件管理 那找到文件管理之后呢 我们的档案是要放在这个HT Docs这个目录里面 我们要放在这个HT Docs这个目录里面 那我们现在要上传档案 要把档案上传上来 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下载这个地方 我们的刚刚所做的那个档案通通都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嘛 所以呢我们呢要进到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然后把它整个反白起来 选取起来做一个压缩把它打成一包 打成一包 好那我们选择是ZIP的这个下这个格式 ZIP的格式把它建立起来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压缩档案了 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上传档案对不对 上传档案然后呢它告诉你你是要上传单一档案 还是要上传这个压缩档案 我们就选这一个 好这个档案好那我们是在这个下载里面的这个资料夹 我们是要把这个压缩档案把它传上去 好那我们就按打勾 按打勾它就现在就开始帮我们把它传上去了 传上去它有一个好处 它还顺便帮我们把它解压缩解开来 好看到这个画面就代表说它不仅传上去了 而且帮我们把它解开来了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一个画面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页嘛 这些东西都已经进来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浏览一下我们的这个嘛 你的home page嘛 home page就是你的首页嘛 OK 好那你重新整理一下你的页面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整个画面这些东西 好通通都进来 唯一增加的就是它会帮你做一些嘛 呃广告嘛 那因为你是呃没有使用那个免费的嘛 所以它呃这个厂商他们当然都会做一些广告 这是很难避免的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广告的话 那你只好选择那种付费的这个方式 OK